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跟蔡英文总统讲 我要跟赖金德韵党讲 我要跟李韵元署长讲 我跟里面每一个官派委员讲 你们真的输给了这些公民的成长 这个政府从以前他反空污 他力挺藻礁 到现在全部都翻了 你用这种选择的方案 足以证明 这两个方案都可以不做 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行政机关就是蛮干 硬是要过关 然后不顾法律的争议 所以接下来我们绝不会放弃 任何法律诉讼的机会 蔡英文总统 我要在这里警告你 因为这一个局 你不能置身事外 2013年4月20号 你来到藻礁现场 你自己写下了 藻礁永存四个字 你今天装算 你让这个案子就这样的通过 你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交代 你连听证会都不愿意开 隶礼 beautiful 藻礁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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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藻礁满干 藻礁满干 藻礁混蛋 沼澆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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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投錢所有的搬擬 我投錢所有的搬擬 他什麼也沒給我 我只好把手交給他 我只好把手交給他 有船航 你過去了 我再剛好 scra 還沒得imbaniu 我投賬 沼澆有船 這些沼澆大概有多久了呢 就是從媽媽她們 開記者會 就是幫忙沼澆 我就都有船 但有幾次我沒有來 就是媽媽回去跟我家 沼澆有很多生物 很多小吃 我們很喜歡去找他們 所以我希望中油不要開發 在這個月第二次來到環保署前 那其實九月底的時候我們也在環保署前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知道這個環評案的召開 在很短的時間內很密集的不斷的召開環民大會 這其實已經有違過去環民大會在召開的基本的這些原則 所以今天就再一次的 上禮拜三我們在這個地方 這禮拜一我們又來到這個地方 尤其是這個藻礁的案子 不斷不斷的排審 但是不斷不斷的留會 也就是代表非常多的民間委員 不認同這樣子的審查模式 是破壞整體環評制度很大的一個傷害 在這個強度關山之前 我們也看到上個禮拜五 我們的賴院長 他說如果三階順利完成的話 可以考慮停建深奧 這個震撼彈拋出來之後 各方都判斷是為了救他們心腿勢的選情 那麼就案子的本質來講 這兩個案子根本就不相關 是都可以保留下來的 但是我們的政府很明顯有別的圖模 就硬要把它連結在一起 然後要離間我們這兩個地方人民的情感 我們要求環評要做專業的審查 第二個我們要求賴魁收回你那個政治黑手 第三個我們也呼籲學術委員 退出這個沒有正當性的環評大會 最後如果這些種種的疑問都沒有辦法解決 民主社會我們要求賴公德院長 至少你要給我們人民一個公開的聽證會 我再強調只有公開的聽證會 把這些所有的疑點都釐清才能化解民怨 否則你們再怎麼搶救這個選情只有往下掉 甚至會到全民破棄的地步 藻礁這個案子關係的是燃氣 深奧的冠子關係到燃煤 深奧最快是2025年才能運轉 所以其實跟2025年的目標年 在短時間內沒有直接的關係 而且整體的配轉容量的增加 其實都已經在14%以上 所以深奧的電廠所供應的燃煤的電 本來就是不需要的 而在大潭這個地方要設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對燃氣的供應可能是有一些幫助 可是在過去我們就不斷提到 在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的選擇上面 有台北港有領頭港 有服飾的天然氣接收站可以來做選擇 所以我們認為是 非核減煤的這個政策 大體上我們是支持的 但他們的手段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所以今天為什麼我們要反對深奧電廠 我們反對這樣燃煤持續在北部影響我們的空氣品質 我們為什麼要反對在大潭藻礁來設三階 是因為三階的選擇明明有更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呼籲的是這樣子的環評 這樣子的審查方式 破壞的制度的方式 是應該要在今天停下來的 大院長您錯了 台灣的海洋生態是一體的 今天你犧牲的大潭藻礁 就好像把台灣沿岸整個重要的漁業之源的漁漁場 犧牲掉 很多很多的漁類族群 包括我現在手上所看到的這些 所謂代媚石斑 所謂這些臭都魚 所謂這些 這個 兇本籌戶線等等 這些 都是 大潭跟深奧這兩塊地區 非常重要的漁業之源 他們之間是互相流通與交流的 今天大潭藻礁 作為台灣西北海岸最大的一塊 最完整的一塊的生物膠生態器 我們在過去這一年多的調查裡面 清楚的告訴社會 告訴了賴院長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富裕場 在大潭所生出來的小魚小蝦 他會經過洋流 漂送到大潭 漂送到台灣的北部海域 這個這麼重要的一個連結的生態器 不是你說放了誰 秀了誰 就能夠把它完整保留 一個開發案的環評 應不應該過關 應該從那個開發案的本身 你都是那個開發案 直接的替代方案 絕對不會說你用別的開發案 一個藍煤電廠的開發案 來交換這個天然氣接收站的開發案 這行政院長這種交換說 我們認為是嚴重的破壞環評的制度 是非常不正確的 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它事實上是有兩個開發案結合的 中油在上一次的環評專案小組 退回了工業局的關航接收港的開發案 然後終止審查關航工業區的開發案 中油事實上它只有縮小關航工業區的開發案 關航工業港就是由工業局所開發的工業港 事實上它的開發面積完全都沒有變 海域設施也完全都沒有變 只有在填海遭入的地方 多了兩座必須要另外提出環說書 重新跑環評程序的除槽 所以如果依照當時專案小組的審查的結果 其實這個案子根本就是應該要退回關航工業港的 而不是像現在行政院強力的不斷的介入 喊出各種的條件 進來強行想要通過 選前說我們可能會撤回深奧然後來騙票 選後又繼續通過繼續蓋 所以我們非常的期待賴院長 請在選前就撤回深奧案 那回到天然氣的空虛的問題 我們也想要提醒院長 我們今天反對地戰天然氣接收站蓋在大潭 事實上除了生態之外 就能源轉型的需求 我們事實上也是我們反對蓋在這裡的一個理由 我們不斷的提醒 事實上很多的專家都不斷的提醒政府 這個地方它的海向條件不好 每年可以使用的天數是短的 而且它從原本想要蓋九座除草 一路說到現在關航工業區只剩兩座除草 另外在海上要增設兩座除草 都不能過關可不可行 都還要再重跑環平程序 這個沒有什麼擴充空間的地方 強蓋天然氣接收站 不但是破壞了我們的海洋生態 事實上也是打擊了我們的能源安全 我們希望賴院長 如果你真的重視台灣的能源轉型 在乎我們的能源安全 請你趕快去想其他的替代方案 這個案子在7月3號 專案小組做出退回目的事業機關 即終止審查的建議之後 我們認為賴清德院長 確實把他的政治黑手 增進了應該要獨立的環平制度 第一他在8月下旬接受工商時報的專訪 說大潭藻礁這個開發案必須要在9月底之前 聽過關 第二9月12日的環平大會在諸多爭議還沒有解決的時候 有許多的官派委員就堅持他們 當天就一定要行使審議決定的權限 導致五席民間學術委員的退行 第三9月26日環平大會當天 主持的人是過去兩年多來只主持過兩次環平大會的林元署長 他全程主持然後在會議結束之後 當場才是10月3日提前召開環平大會 第四10月3日的環平大會 因為民間學術委員這種 因為李議員署長破壞環平安排會議慣例的做法 而許多委員都缺席抵制留會 林元署長隨即宣布10月8號再開會 13天之內連開三次環平大會 這是過去幾十年來從來沒有這樣過的安排的程序 我們去堵了蔡英文總統 我們在距離蔡總統以及我們的賴院長面前不到一公尺的距離 的這個空間裡 我們現在舉起了我們手上的這一張海報 這是蔡總統自己寫過的海報的承諾的早叫永存 我們把它輸出成一張小海報在蔡總統面前舉起來 他現在會皺巴巴的因為被維安人員搶下來 然後被他們整個我們整個人被拖走 我們人被拖走不是重點 重點是政治人物的誠信政治人物的承諾 難道這麼一文不止嗎 我們當著蔡總統的面告訴他 這是你自己寫的海報 請蔡總統兌現承諾 不要讓賴清德再來挖藻礁 藻礁完蛋 我們把它貼在環保署上面 這就是一個行政院賴清德的黑手 直接介入我們的專業審查的過程 那如果這個案子呢 就是要強制的透過通過這一道行政的手續 就準備要開發了 我也要邀請各位夥伴 到時候跟我們一起到現場 我們一起來用我們的生命來守護藻礁 這次 那麼11月3號就有一場遊行 這場遊行呢 我們會跟深奧的朋友一起 跟全國反空屋的夥伴一起到凱道 我們把我們的聲音發出來 掰掰 我們在這場遊行之中 我們會幫妳看 我們在這場遊行之間 我們與這場遊行的 我們可以在這場遊行的 我們一起來 我們有這個悲傷的